发现远警来了赶快跑到后面窗户 偷偷将赌具往下丢 远警来到房间门口连拍铁门好几下 但里头的人就是坚持不开门 最后用破坏工具破门进入 原来这里是经营非法赌场 三名赌场人员八名赌客通通被逮 警方日前些或在台北市中山区疑似有赌场 7号凌晨3点多眼见时机成熟攻坚进入 查获现场赌具以及将近18万元现金 原来这天酒牌赌场是一名25岁的江姓嫌犯成租经营 自称是为了还债聘请两名员工发牌和监看荧幕 而这八名赌客则声称是朋友介绍来的 江姓犯嫌等三人依赌博罪行移动地检署侦办 那在场的赌客八人各采取依社会秩序为法 各采取新台币9000元的罚款 这里很久以前是酒店 不过现在已经荒废没在营业 嫌犯窝藏在这以为能逃过远景阴眼 结果还是统统招待 TVBS新闻王金伦李佳燕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